我們來訪問這個東話智琳隊兩位團員 哈囉 哈囉 愛心自我介紹 好 我是東話智琳的阿壽團長 之前的團長 大家好 各位夥伴大家好 各位夥伴大家好 我是東話四四三團 媽阿壽 我是屬於東話裡面的 應該也是也參加 我小孩子也有參加東話又同軍 跟智琳 謝謝大家 哇 講一下你們兩位這個 第一次參加嗎 我們第二次參加 我也是第二次參加 去年跟今年嗎 對 沒錯沒錯 然後講一下今年的成績 你們個人覺得怎麼樣 跟去年比起來 我覺得說我們還有進步的空間 那經過明年我想我們一定會 一定會進步的 我們今天的成績跟去年差不多 差不多幾秒鐘 可是今天我們所有的成員 都是我們自民團的夥伴們 服務員們一起來這樣子 不管人生女生一起來 比賽前你們有沒有集訓 沒有 我們現在自然 我想我們也是有實力的 對對對 我們那個天資很好 對對對 可是至少在出發前總要 有沒有集訓 講個訓個話什麼 我想經過去年的經驗 今年我想一些動作 不知道 應該怎麼去拔都沒問題 對 然後你覺得你們的鼓手 跟這個奪標手怎麼樣 表現得怎麼樣 奪標手是我們校長 是我們柯校長 所以不能講他是不是 雖然個子沒有很高 可是他拼命要撐出去 那個帥技能非常非常厲害 所以奪標手有稱職就對了 對 是我們的精神總標 一切是沒問題的 那鼓手打得怎麼樣 我覺得說鼓手他的節奏 他引導得非常好 所以他的引導之下 我們跟著他的引導之下 我們都很順利 我們贏這個隔壁團的 贏隔壁隊的不多啦 至少20秒而已 小勝20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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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勝而已 不要那麼大聲 然後滑完兩看怎麼樣 感覺怎麼樣 會累嗎 體能怎麼樣 雙手舉不起來 我真的很酸 我覺得說很好玩 真的很好玩 明天的話我們還是一樣 自在參加 不太能力 對對對 你們有沒有發現一些 這個快速的一些技巧 有沒有感覺什麼 什麼樣的技巧才會讓這個 整體的速度變比較快 節奏要一致 對 後來這個 這個獎要拿著垂直 剎下去 往後拉 這時候 就可以往前衝 所以我們 我們對於這個龍舟勒 是怎麼樣 所以他有經驗的 我們太有經驗 你是滑完才 有這樣的感想 還是之前就有這樣的想法 我們去年到現在都有這個感想 沒錯 耶 可是有沒有具體的落實啊 今天有落實 今天我們男生這幾個 八個男生在後面嘛 對 我們平常用這個方式的話 船頭快翹起來 而且我們結束是非常好 你們把男生重兵 埋在這個床位 對對對 所以你覺得這樣速度會比較快 速度會比較快 因為我們掛Turbo的 其實應該有個中毒 前三個滑 動作一定要有一次 當你有辦法啟動上去 飄上來就像講的 整個前身往上爬的時候 你的速度就會加快 所以就後輪帶動就對了 我們是Turbo的 後輪Turbo 我們八個是後輪Turbo 好 謝謝兩位團長 謝謝 感恩 謝謝主持人